大家好,我是美厨娘,今天继续推出年夜饭系列,上汤娃娃菜,暖暖的,特别适合冬天,而且不需要高汤,也可以做出来奶白浓汤 一块钱一颗的娃娃菜,先从中间对切开,然后再塑着切成长条状,根部连着的地方不要切断,这样更有卖相 放入清水中,加入一勺食盐,浸泡10分钟,这样可以有效的去除农药,还有保鲜剂 松花蛋加入开水,烫几分钟,这样可以有效去除刺鼻的味道 我选用的是上好的午餐肉,用眼睛可以看到里面的小肉块,含肉量非常高,切成碎丁 松花蛋烫好之后也切成小碎丁 重点一,加入一个咸鸭蛋,可以使汤更加浓白,咸香 切好之后全部放在盘子里备用 大蒜切成大块状 松姜切丝 锅内水开以后放入娃娃菜进行焯水 因为除了有农药产料之外,娃娃菜一般都会放保鲜剂,焯一下水吃着更放心 砂锅内放入食用油,不用的砂锅是可以干烧的,大家放心 再放入生姜和蒜片,这个时候要小火慢炒,炒出蒜香味 蒜片炒至金黄的时候,放入我们切好的松花蛋,咸鸭蛋等 继续小火慢炒,把咸鸭蛋蛋黄炒出沙,炒出红油一样 重点二来了,加入开水,记得一定是开水 这个时候的汤汁立马变得浓白 大家看一下,我没有进行任何快劲剪辑 因为加的是开水,很快就可以开锅 开锅后煮一分钟,我们需要把上面的浮沫撇去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汤,特别的浓,特别的白 好像是熬了几个小时的高汤一样 接着放入娃娃菜,盖上盖子,固度三分钟 使娃娃菜更加软烂 三分钟之后,加入一勺盐 重点三来了,加入一勺鸡汁,可以使汤汁更香浓 再放入胡椒粉,芝麻油 有枸杞的最后加几个枸杞,关火,出锅即可 三个重点大家都记住了吗? 第一,加一个咸鸭蛋,蛋黄炒出沙 第二,一定加开水 第三,加入适量的鸡汁 这样的话比饭店做出来的还好吃 而且不用花几个小时熬高汤 只需要10分钟就可以做好,真正的家庭版本 盐夜饭来上一盆,保证是连汤带菜一起吃个精光 喜欢的朋友麻烦点赞,关注加转发 谢谢大家